軟泳池在1957年落成 是香港第一個駕公眾泳池 陪伴了大家超過半個世紀 在9月1號正式光榮退役 不少舊泳客都趁開放日來拍照懷面一下 舊泳池拆卸之後 就會改建搜球場和滾軸溜冰場 市民和在這裏工作的人都說很捨不得 很小時候我已經在這裏學游泳 中學時就在這裏學情歷 最後都在這裏做過生意 很可惜 始終陪我長大 不少不少都有份感情 拍攝泳池在那個年代開始的建設 裏面有些泵房都是第一次才見到的 而舊泳池最深入民心的 就一定是這個50米乘20米的主持 因為最深的深度有5米 第一代在這裏工作的員工 都說有很多珍貴的回憶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多的東西就是第一次進入閘機試驗 那時候一個人收幾元 你想想每天人數這麼多 以前每人的錢全部都入銀 你入光就入光就收錢出來 一筒一筒 嘩我們試過幾十萬筒都試過 為了保留回憶 康民處在研究中 將極具價值的牌匾和麻石牆等等 重置到維園適當的位置擺放 如果想趁最後機會參觀舊泳池的市民 可以趁今日和明天免費入場 回憶固然之是重要 不過正所謂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這個舊泳池拆 當然要給大家一個新泳池游水 而新泳池的位置都很近 在舊泳池的旁邊 新泳池的設施包括有全港最大的看台 可以容納2500名的觀眾 以及符合國際比賽要求的主池和多用陶池 而兩個池都有可以升降功能的活動池底 當陶池有一個活動的池底 它可以調校水深可以0至5米 可以配入不同游泳活動的需要 例如一般的游泳可以淺水些 我們會考慮調校1.2米 做作一般游泳的用途 而當跳水的時候 需要將池底降到5米 去配入跳水 而其他的穩泳或水球 可能會將池底升到2米深 去做好這些活動 新泳池除了設備先進之外 設計都很環保 有很多的節能措施 例如太陽能熱水系統等等 而這個新的維園泳 會在9月16日正式啟用 亞洲青少年保齡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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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